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f 跟什么 小技 product 对不对 相乘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在计算上的程序上 我上次有写在黑板 对不对 各位一定要记得建立这样的概念 在计算的程序上 那么它一定是先有相乘之后 再去判断有没有大于300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 在建公司的时候倒推回来 所以你可以翻一下你的笔记本 当初我画那个圆圈圈的概念 倒推回来的时候 一定是先找if 在if 里面去把小技找进来 好 来 我们先看一下 那么我们先到公司这里点一下 这边的话呢 我们先用找过的 用过的有没有 有 if 进来了 好 在if 这边 先把if 打开来 好 if 打开来之后会有三个栏位 就在第一栏 如果你是一起跟着我做的 那你可以跟着我一步一步的把它做起来 那么呢 在第一栏 这边一闪一闪的时候呢 我们到左上角的名称方块 这边把它点下去 好 放大一点 好 在这里的话呢 那么从里面啊 你先找到我们的product 如果没有的话呢 按其他函数 好 因为这边没有 很少用到它 好 这时候呢 我们请各位注意看一下 好 我们都知道product是数学与三角函数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数学与三角函数来找 将来万一各位忘记了 你就用全部 然后呢 怎么找比较快呢 来 各位你看一下 你呢 先选全部没关系 反正你不晓得它是哪个类别 然后呢 你到底下随便找一个点一下 然后呢 product是p开头的 你就点一下p 好 点一下p之后呢 它就会停在p开头的地方让你找 好 你这时候呢 滑鼠呢 只要再滚动一下滚轮 就可以立刻找到你要的东西了 好 这样抖一色 所以呢 看你一定要用哪一种方法比较好找 那有的同学是在上面点 有的同学是在上面 上面直接把product的函数打进来 按一下开始 那它也会停在你找的地方 可是重点是你不能打错 函数打错它就找不到 好 OK 好 来 那我们按一下确定 好 按一下确定呢 那基本上product 各位要记得 箱层它所负责的就是给它范围而已 给它范围而已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记得呢 你呢 如果看到它的范围没有错 你就要出去了 不能再停在这里 也不能按确定 因为它是内层函数 所以你要到我们的资料编辑列里面 去把影点下去 把影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的第一栏还没有结束哦 前面呢 只是产生一个值而已 对不对 你要在第一栏的最后面点一下 打上大于300 看它有没有超过 超过的话就不喊了 因为它也没有讲要喊300 所以我们就大于300就好 底下点一下呢 如果确实是有 那我们就打yes 或者是是 OK 以后呢 到第三栏点一下 我们打上no 那最好养成习惯 到上面呢 楼上点一下 让它加上双眼睛 OK 按确定 这样子我们答案就出来了 好 那么月底下的背景都一样 所以我直接点两下 让它呢 往下呢 全部都把它完成 好 一体一体呢 主要是帮各位慢慢的建立起 概念起来 下一题的话呢 是平均 平均 我们呢 前面的本来 前面是sum 接下来是product 接下来是平均 那平均是否超过60 这个超过的话呢 就是大于60 应该讲 如果它讲平均是否及格 那及格就要大于等于60 那它这边是问你 有没有超过 好吧 那我们就大于60就好 所以我们从那个提议里面呢 那大概去了解一下它所的要求 好 那平均是否 光凭这四个字 平均是否 你就知道 它是用average AVERAGE 还有呢 是否就是if 好 在计算的程序上一定是先有平均 平均算出来了 再拿给if 来判断是否有超过60 那这个是它的计算的程序 那建公司的话 就要往回推 倒推回来 所以我们要先找if 再找average 来算平均 来 那各位呢 我刚刚所讲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概念 观念 观念先建立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做 第一个 先点到我们要的格子 好 接着呢 我们去找if出来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以我的d栏去把我们的average 也就是平均找出来 那记得到左上角的名称方块点下去 好 把我们的什么呢 把我们的average找出来 average 好 OK 注意 范围对不对 你要确认好 国文 英文 统计 经济 好 OK 没问题 好 那么就是这四个范围 好 这四个范围没问题了 我们就要出去了 基本上呢 你要确认每个函数 它所代表的含义跟它所具备的功能 这边呢 它只要把范围进来 它的功能就算达到了 我们就要出去了 所以呢 请各位呢 确认好范围 我们就到if 点下去 好 if 点下去之后呢 它的d栏还没有完成 因为那得到的只是一个值 只是代表说你有主角而已 后面的条件呢 还要再把它打上大于60 大于60 好 然后呢第二栏点一下 打上yes 有 它确实是有超过60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no 我们只是节省时间啦 不然的话其实你可以打中文是或否 或是有或没有这样子 OK 好 所以呢 答案出来就是yes 好 那么我们把它拉下来 好 因为如果你点两下啊 它会跑到最底下蓝色的部分 也会把它完成 好 蓝色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是不用的 好 空下来就好 因为蓝色的部分基本上呢 好 那么不需要做 我们做前面的部分就好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它底下是问你 每颗平均 那范围就是上面这几个 这几个同学 好 那我们再做一次 它的方法跟刚刚一模一样 差别至于在于 当然算是每个人的平均 现在是每一刻的平均 差别在这里而已 好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你刚刚的那个 每一个人的平均 你会了 或者你了解 其实说这个 那么 基本上流程是一模一样 只是范围不同 所以呢 我们再做一次 让各位能那么 了解整个流程 好 有没有问题 我尽量的 我会不知不觉会加快 所以呢 你那个阿灵你要稍微 提醒我一下 如果你觉得我讲 有点快 提醒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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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心有点焦组 但是我们外表还是要轻松 好 来 第一个 我们先去把衣服找出来 好 把衣服找出来 好 把衣服找出来之后啊 把衣服找出来之后呢 那么一样 我们到左上角 到左上角 点一下呢 去把我们的 啊 点到里面去 要点旁边的三角形 对 去小 好 好 再一次 所以要点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好 第一个衣服先跑出来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到旁边的小小的箭头 点下去 找Verity 好 好 确认一下范围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范围 嗯 没有错 V73到V83 没有错 好 范围对了 就要出去了 好 来 我们到外面的衣服了 好 OK了 然后呢 第一栏还没完成 第一栏呢 不要忘了 我们的条件还没打上去 点一下以后 打上大于60 如果确实是有 那就是yes 如果是没有的话 那就是no 没有超过 但是呢 我也在强调 同学 我们的衣服 绝对不是那么的肤浅 每次都只能yes or no 你到下面就会发现 有不同的方式了 OK 这边只是说 前面这几题 就算是一个基础的观念题 所以基本上呢 都以yes or no为主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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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题 下一题 下一题 那下一题的话 是请各位先把这个销售 我先算一下 可以吗 用什么函数呢 product 对不对 那如果你懒的 不然像我这么懒的人 两格 我都整体就要用按等于 把那个单价点一下 乘数量可不可以 可以啦 基本功是两格 这者可二 当然啦 用product 感觉是靠成就感 对啊 他底下是问你说 葡萄总销量是否超过100 好 葡萄总销量 同学是否超过100 好同学 底下的题目 判断是用哪几个函数 很好 if跟some if if你懂了 some if 你可能又忘了 笔记本然后打开 因为我现在已经跟你讲了 阿灵已经跟各位讲答案了 你用some if 跟if 来达到 可以达到我们的需求 那你对于some if 如果还半知半解的 不太懂 没关系 笔记本赶快翻到some if 那边 看一下你当初some if 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 好 重点是找不到他c 好 像有超级的时候才找到一句 好 不要紧你慢慢揭 好 对啊 对啊 对各位啊 好 好 来 葡萄总销量 一定是先用some if 把葡萄的部分筛选出来之后 在总销量那边做个加总 得到一个结果 然后怎么样 然后再用if去判断 也没有大于100 因此 我刚刚这样讲的过程 事实上就是他的计算的过程 那计算的过程各位知道了 推回来 反推回来就是建公式的过程 所以先找谁 先找if 很好 来 那么呢我们做第一题好不好 我做第一题就好 后面那三题 给各位自着把它完成看看 因为下面那三题都一样 来 那么呢各位你暂停一下动作 看一下我做第一题 你跟着我一起做也可以 我在每一个重要的环节地方 我先停下来 好 那么呢让看到我是按哪个按铁 好 来 那么我们点到这个格子 第一个吧 那个黑白有没有挡到那个萤幕啊 没有 没有哦 那就好 好 点到第一个以后呢 我们呢到我们的衣服打开来 最近用过的 好 衣服 好 来 你看一下哈 在第一栏当中到左上角名称方块的小箭头 然后点下去呢 把我们的sumif找出来 好久没用它了 好 其他函数 然后呢 它呢 是属于数学与三角函数 好 数学与三角函数嘛 好 sumif 好 sumif 好 OK 按确定 上座同学问说老师 我可不用 我用sumif的s来做 s 这个知道它们差别吧 一个是单一的条件 一个是多条件 对不对 那我用s来做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懂我意思吗 一个条件更多 那我条件那么多 反正我只有一个条件可不可以做 可以做的 没有问题的 好 OK 所以它们呢 内容呢 那个编排的方式稍微不同而已 好 来 range是什么range呢 范围 也就是葡萄它所在的范围 那它就是我们的产品的范围 对不对 所以把产品这个范围 选起来给它 好 让它呢 从这里面呢 找出葡萄的一个条件 对不对 这时候呢 我又要问你了 同学 要不要锁 很好 同学讲到一个很重点的 我只做一格 不得啊 你会往下拉吗 因为底下是问题 大陆总销量 除非你觉得说 老师没关系 我还是往下拉 我顶多把葡萄改成大陆而已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葡萄改成大陆的话 你大陆的那个什么范围还是要改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呢 Some if 里面 三栏 对不对 已经改到两栏呢 那其实就等于重做了 你懂我意思吗 对啊 所以呢 基本上如果当然只改一栏 那我觉得那还OK 如果已经改到三 三个栏位 改到两个栏位了 那跟重做没什么差别 所以我是建议不用做 没关系 好 来第二栏是什么呢 等一下 我忘了用错了 没错嘛 葡萄 对对对 来条件是什么呢 葡萄 找一颗有葡萄的格子点进来 找一格啦 不是一颗 找一格有葡萄的调件点进来 一样不用锁 第三栏点一下呢 就是我们的Some Range 也就是总销量 不是总金额 是总销量 所以呢 这时候你要把销量的范围 选进来给它 就这样子 好 找到了 那么这时候出来 就是102 我预先让各位看一下答案 102 对不对 等一下要出来应该就是什么 应该就是yes 才对对不对 好 那但是呢我们要把它做完 来 Some If 已经完成任务了 它就要出去了 来 我们到外面来 把If 点下去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Some If 因为花了很长的宽度啊 导致于上面 你看感觉好像被撑满了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你同学特别注意一下 我要怎么做 你先在里面点一下 让油标在第一栏里面 闪一闪的没关系 各位的键盘有没有往右 往右往左的方向键啊 你就一直往右 按住往右的方向键 让那个标底啊 往右跑 让油标往右跑 跑到最后面的停了 好 所以你要让油标停在最后面的方法 就是你现在里面点一下 让油标在那边一闪一闪 然后呢 再按住往右的方向键 让它跑到最后面去 再打上大云100 好 所以各位呢 这个一定要记得打 否则的话呢 它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 好 yes no 是或否 好 可以了 我们按确定 这边就可以按确定了 因为它是外层什么 各位 因为它是外层函数 好 同学 底下这三题交给各位做 好 那我们稍微停一下 好 停五分钟 你做完这三题 麻烦跟隔壁对一下答案 看对不对好吗 好 啊我等一下呢 我也会把这三题做起来 你如果没有跟隔壁对一下答案 不然跟前面的对一下答案 跟我前面的那个黑板对一下答案 也OK 好来 那我们教给各位这三题 今天把它完成 好 好 这点 是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等一下你会上来吗 好那等下我下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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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